我們來看一下,最終我是希望可以最後做出兩個按鈕 兩個按鈕的話大概是這樣,就是按個清除 自動把舊資料給清掉 OK,把它清掉 那烤瓶的話按下去 就是四個工作表一次就全部都完成了 有沒有,那底下這邊,後面這總共有七個欄位 那很快的就可以幫我把資料給填上去了 OK,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以後如果你做一遍之後 你不用再做第二遍 反正你做一次之後 將來按個按鈕 只要資料有更新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新的結果出來 比如說清除,把舊資料清掉 OK,然後最後再一個考核 考核按下去就是四個欄位 也就是說這邊有四個工作表要做 所以我需要做四次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你不會的話 沒關係,你先做一個 一個的話怎麼做呢 第一個 先把單位 比如說我們先做住專好了 單位的話就是108 所以先擦入函數 把108先取過來 108應該第三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用文字類函數裡面的MID OK 然後這個編號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三個字 有沒有,108應該第三個字 第三,所以輸入3 然後取幾個字,取三個字 那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108 4的話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第一個階段 但是108呢 我希望那裡查什麼 查它的應該是單位 這邊有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實際上我剛好提到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就會有一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呢 實際上對應的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呢 我們將來就可以利用什麼 F3 去找到這個範圍 把這個範圍拿來做查詢的對照表就可以了 把那個剛剛這個住專有沒有 這個108,就MID的這個公式 減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 什麼 查詢、參照 這邊有一個微量數 一般的話 會在 你一把往下拉 應該是 如果你是舊版的話 應該是在 可能是在最後面 但是如果你是新版的話 可能你會發現底下還有多一個XLOOKUP 還有XMAT XMAT 不過如果舊版就沒有啦 OK 我們用微軟數 那你可以試試看用微軟數 XLOOKUP 不過 如果假設你要查的是在第一個欄位的話 那OK 那什麼叫第一個欄位 按確定 首先的話 所謂的第一個欄位指的是這個Table Array OK 那我們要查什麼 查剛剛那個東西 108 所以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OK 所以先把剛剛MAT 這個要查108 所以LOOKUP VALUE 指的是要查什麼 查108 去哪邊查 按F8 F3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 我要108 去哪邊查 去那個單位裡面Mod查 所以這邊已經有F3 有個單位 OK 然後 查到之後的話 要把地起欄的資料帶回來 順便講一下 單位你可以再點一下 它會跳到這邊來 OK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不知道單位裡面放什麼對照表 你可以點一下 它會跳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 剛剛所說的第一欄 指的就是這個對照表 裡面要查的一定是查這個第一欄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你的編號 不是放第一欄 很抱歉 你就不能查 它可能放第三 第四 第五 反正不管 你就是一定要把它調到第一欄 或者是說 你如果要查的可能很多欄 那沒關係 你反正 它可能是第五 第六 那你就 第五欄 當成是 選那個表格的第一欄 就可以了 也是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把它湊在 第一個位置就對了 OK 比如說 以這個例子來看 它剛好這個第一 所以查一定是 這個地方 你不能兩邊顛倒 兩邊顛倒不能查 OK 好 那查的話 接下來 這個叫Column Col是欄 Indent Lumber 白話意思是 Bitch欄 什麼叫Bitch欄 它指的是 這個對照表裡面 請問一下 我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我查到之後的話 請問一下 我要把這個表格裡面 Bitch欄的資料 幫你帶回來 那比如說 查到108 它是第一欄 這邊 我要把Bitch欄 後面只有 只有第二欄 沒有第三欄 所以理論上 這個地方 請你注意一下 把這個2 填到這個Column 我要第二欄的資料 OK 然後呢 最後一個問題 它問你說 Range Look Up 意思是說 那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所以理論上 這個大部分 我們一般都會填什麼 填0比較多 0的話就是不要 0或False 其實你填0跟False是一樣的 不要的意思是 嘿 不要 你如果假設108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你就顯示 僅NA 有沒有 如果發現 VRN常常找不到的 就是僅NA 僅NA的話呢 是Not the Available 一直找不到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將來 假設你輸入1的話 如果假如它沒有108的話 它不會顯示錯誤 它會再幫你去找108 它再往下 比如107、106、105 找比它小的 資料 找到為止 OK 所以如果假設 一般你要精確的查詢 通常是0 但是如果你要做模糊查詢 指的是找接近的話 那你就用E就可以了 我一般習慣0比較多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查到 總行審計簿 有沒有 啊下下填滿 其實這個 下下填滿可以先不要做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 四個工作表 OK 我們可以先做第一個 第二個組別的話 組別是在哪 組別在這邊 你可以看一下 組別是ABCDE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第七個字 所以一樣 插入函數 用最近使用過的那個MID 然後做什麼 把編號裡面的第七個字 我要取一個字回來 那就取那個 ABCDE的部分 第一次取一個字 是不是ABCDE 對沒錯 OK 第一階段OK了 跟剛剛一樣 把它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 那個最近使用過的VIRU欄數 然後 把它貼到那個LUGAVALUE裡面 對照表的話 因為是組別 F3 按一下 OK 然後找到組別 那一樣 你先點一下Color index number 然後再點回去組別一下 你會發現就這個 所以一樣喔 這個Table Array 它裡面的第一欄在這裡 第二欄 所以我要找的一定是 把這個A去這邊找找看 有沒有找第一欄 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第二欄找出來 然後呢 要完全一樣的比對 所以輸入0 所以後面的話 一樣輸入2 幫我把第二欄的資料帶回來 然後呢 我要完全精確的查詢 我不要模模查詢 OK 按確定 好 那向下 先這樣 因為等一下還有其他欄 然後升等的話呢 指的是這邊嘛 那應該是編號裡面的第一個字 所以剛剛講過 插環數 我們可以用Labs Labs這邊有 OK 然後這裡面的字 我取第一個字 那你可以看到 它取回來的話 會是雙引號的E 也就是文字1 OK 那我們利用這個文字1 把這個公式一樣剪下來 然後放在微軟數 讓它去查詢 查什麼呢 微軟數 貼上 1嘛 查什麼呢 也查 這個叫組別 所以按F3 組別有沒有 有在這裡 組別 那組別裡面 不對 跟這一樣 這個應該是深等 所以F3 按一下 不過你會看到剛剛F3過 你要點回來 再點上去 不然它F3好像會失效 OK 深等 好 這樣就對了 其實你也可以稍微比對一下 這個深等的表格 它會幫你帶過來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帶到Excel 或帶到VBA 一個表格會變成一個陣列 陣列就大瓜虎 開頭一定是大瓜虎 大瓜虎 然後E表示是第一欄的資料 豆點 柱磚 表示是第二欄的資料 那下一筆資料 這邊是一個分號 分號 這應該是一個分號 然後再下一筆 下一筆的話 下一筆 再一個分號 這個是一個陣列 那如果我要找 應該是找第二 剛剛一樣 第二欄 然後要完全比對 所以輸入0 但是如果你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 緊跟A 那為什麼呢 它跟你講說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找不到的原因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我要讓它去找的是一個文字1 有沒有看 文字1 它升等裡面的1 是一個數字1 所以不相等嘛 那怎麼辦 其實兩個方法 一個是 你去改這個什麼呢 改這個文字 把這個有沒有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數字1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改個Value 外面包一個Value 然後前刮符 然後後面的話 再加了後刮符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包一個Value 的函數在 Labs的外面的話 這個後面的1 馬上就變成 變成是一個數字1 OK 所以我如果要轉換成功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它結果 就不會錯誤了 助轉OK了 當然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如果 我不想要加Value的話 OK 比如說 我把這個 把它 我不用Value Ctrl自己 如果呢 我假如 不想要 在這個Labs的外面 包一個Value 意思是說 它要保持 原來的文字形態的話 那怎麼辦 那你要改這個嘛 改表格嘛 有沒有 改升等這個表格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升等裡面的資料 把它變成文字就好了 對啊 你可以變文字啊 有沒有 如果你把這邊變文字 那兩邊不就Match了 那前面就不用加Value了 OK 那把它變文字的話 我記得好像最簡單的方法 是直接加單引號就可以了 單引號有沒有 然後Enter 對 單引號Enter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驚嘆號 那左上角會多一個標籤 表示說目前 你這個資料已經是 文字形態了 但是底下的話 它變成說 那如果要全部的話 你可能要向下填滿了 有沒有 變成前面多一個單引號 如果你前面多一個單引號之後的話 我切到剛剛的這個 注專哦 你會發現 我如果沒有加Value 它其實也會是OK的 有沒有 所以假如 不過我是覺得加Value 應該比較簡單吧 你改後面的對照表 有時候 我們現在是只有四個 還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 未來你的對照表 是比較複雜的話 那當然就不是很OK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如 要 不想要加Value的話 所以我這邊只是順便 因為剛好同學有提到 所以這個把它Ctrl 自己好了 這個只是補充一下 記得哦 如果你要把它變文字的話 請你在那個數字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Enter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資料 變成一個文字啦 OK 那我們這邊一樣是把它改 外面再加一個Value 這樣子OK 在這邊加一個Value Value 然後前括弧 再加一個後括弧 OK 這樣的話 打個勾 OK 這樣就完成 然後呢 考核成績的話 就是這三個成績 做平均 那怎麼比較簡單 那當然你要先把這個查出來 把它的等級變成幾分 把它的等級變成幾分的話 那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先放在K3 怎麼查呢 超函數 V函數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假 去哪邊查F3 一樣去烤坪或烤機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個 沒關係你先選一個烤坪好了 你看一下 底下會出現這個A加 那顯然不是 所以怎麼辦呢 Delete了料 重新再F3 不過你Delete了料之後 按F3 它不會有效果 你可以移到下一個 再切回來 再按F3 它又可以選了 OK也就選過了 不能再下一次 你給它跳到下一個格子 就可以再選 等烤機 OK 好 那這個沒錯 然後如果是假的話 幫我把第二欄 其實後面也是一樣 2跟0就可以了 好 那查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有八數 可是問題還有兩個三個 那我可以拿這個V函數 複製一下 把這個公式呢 後面再加一個 下一個成績嘛 所以貼上就可以了 那貼上的話 其實只要把F2 改成下一個成績 下一個應該是G2吧 這個 OK 改一下 F2改G2 然後一樣是烤機 加起來應該第2個 170 沒錯 第三個成績再加 再貼 那再把這個改成H3 所以F3改成H3 好 但是呢 這個烤機等級 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F3 直接在這邊 Delete掉 一樣可以F3 把它改成烤平等級就可以了 好 那你把它相加之後呢 打個勾 是它總分啦 總分255分 可是我希望是平均的話 你可以外面再加一個瓜糊 先把它加完之後呢 再除以3就可以了 除以3 OK 打個勾 它就會有個平均成績了 有沒有 這樣應該是最快的 我剛剛是用貼的 應該懂意思吧 因為如果你假設要重新再做一個V2完數 有點麻煩 所以我剛剛用貼的比較快 那貼完之後的話 其實我是先做第一個 先做這一個出來 然後呢 把它 把它複製 再加號有沒有 加上第二個成績貼過來 改個G3就可以了 再多個加號 再把這個再貼一次 改成H3 另外的話名稱喔 記得喔 這個烤G指的是 U甲乙 烤平才是A 加A-B之類的 所以後面我有改了一下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瓜符再刮一下 然後除以3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有一個平均的成績出來了 OK 平均的話呢 85分 那比4的話比較簡單 比4的話就是這個成績乘上0.3 這個成績乘上0.7 所以比4喔 記得要等於 這個成績 這個成績 所以點一下 I3 然後呢 上面是0.3 30用0.3好了 乘上 乘就新號 乘以0.3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 這個成績 所以再點一下 J3 乘上 應該上面0.7 所以打0.7 OK 打個勾 這樣的話呢 比4成績就算了 那兩個相 合計怎麼合計 當然兩個相加沒錯啦 不過它上面有百分 百分是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一樣的方式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成績 上面有百分之六十嘛 所以乘上 0.6 OK 那再加上 怎麼啦 這個是0 這個成績 乘上 0 0 4 OK 打個勾就OK了 不過這裡好像它有提到 它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而且要Round 所以我們最後在這個外面Bottle Round 加一個 R O U N D 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呢 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 第一位的話就Dow.1 Dow.1 就是幫我取到 455呢 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OK 打勾 那最後的話還有個名次 名次的話還記得吧 拆完數用統計類裡面的統計 裡面有一個叫Rank.EQ RANK 往下找RANK 然後EQ 這個 OK RANK EQ 然後按確定 然後呢 它的成績 第二個的話呢 它全部人的成績 從哪裡 從這邊嘛 然後按Shift鍵 一直到這裡 點下面嘛 它的成績在M3到M40 到底排第幾名 按確定 不過確定之前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等一下這個 名字會向下填滿 所以記得 在M3前面加錢的符號 M40前面也要加錢的符號 不然的話範圍會跑掉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理論上 我們就已經把六個公式 就分別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完成住專好了 1 2 3 4 5 6 7個 如果假設公式一下記不起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 第五個單元 裡面有一個叫V2函數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裡面就會有我剛剛寫的這些程式 第一個是V2函數 裡面用MID 然後這個也是用MID 這個是加一個Value OK 然後 這個 考核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把第一個成績 加第二個成績 加第三個成績 除以3 不過另外當然你可以用Average Average的話 其實就是 等於不是用加的 萬一包一個Average 第一個成績豆點 第二個成績豆點 第三個成績 這樣也可以把它平均起來 那看哪一個你覺得比較簡單 結果是一樣的 OK Average有沒有 第一個成績 對平均 Average的話就算平均 第一個成績 豆點 不是加喔 豆點第二成績 豆點第三個成績 那它也會幫你平均 結果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才對 OK 然後比4成績 合計最後名次 OK 大概是這樣 但是呢我們剛剛只有一個工作表 那未來呢 可能 我們會遇到都是 多個工作表 OK 所以多個工作表要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一個工作表看看